嗨大家我今天要教大家怎麼自製蘭花的焦花器 那其實這個是利用在之前去花店買花 然後它都會附一個這個 所謂的flower food 對它其實是要幫助花 就是切花它能夠在水裡面維持比較久的時間 那因為我之前買一些花都是拿來做乾燥花 所以我並不會用到它 然後我就是圖發一想想說把它拿來當作蘭花的營養養分 所以我是運用空的寶特瓶 然後用小刀就是稍微在這個瓶子上面畫小洞 對那你其實不要畫太多的洞 因為這是旁邊我做好的 對然後就是其實你不用那麼多洞 因為它的水壓的關係會水會比較不容易出來 所以大概有四五個洞就可以了 對然後它這個其實濃度的話就是依你自己的想要的濃度去調 然後我其實覺得它對於植物發根這件事情還蠻就是蠻有效的 這個粉可以用蠻久的 就是你其實不用每次都裝滿一整瓶水 然後你可以依自己的濃度去調 然後像這個是昨天剛上班的蘭花嘛 然後我會建議就是要用這個澆水的時候 其實你要平放會比較好 因為這樣子它才會整個水分會吸收到就是海草裡面 然後如果你是垂直的話它會比較容易滴出來 所以這樣子這樣子澆花其實是比較容易可以讓所有的養分都直接吸收到水草裡面 所以其實並沒有很難 然後如果不是雨季的時候 上班其實是比較需要每天澆一點水的 尤其是在炎熱的夏天 你只要看到海草是乾掉的時候 就需要補充水分了 對,所以這樣子的澆花其實還蠻方便的 然後你可以隨時的就是幫蘭花補充水分 然後也不會太多,只要有維持濕度